甘瘦的牛汁在草地上吃草 一根根的骨头清楚可见 中美洲国家格斯大利加正在经历严重的干旱 不只造成农业的巨大损害 农人所饲养的牲口也因为脱水而大量死亡 两人奋力地想要把摊在地上的牛拉起 无奈牛汁却因为饥饿以及营养严重缺乏 根本就没有力气站起来 这里是格斯大利加西北部省份Guanacasta 传统上以牛汁饲养为主要的经济来源 极端的干旱现象插进土里的木桩 只挖起一块又一块干燥无水的土 看着牲口一只一只死亡 当地居民只能合力挖洞 埋葬曾经是生计来源的牲口 大利加国家气象研究所表示 Guanacasta省在五月的降雨量 只有预期的百分之十 并且没有好转的迹象 因为声音现象的发威 预期干旱的状况 还要再维持好几个月 走过干枯的土地 许多死亡的牛汁早已化为白骨 眼睁睁地看着细心照顾的牲口 接连死亡 农民心急却也无可奈何 哥斯大利加政府为了因应干旱 通过决议提供好几百万美元的资金 补贴受到旱灾影响的农民损失 截至六月中旬为止 预估有超过三万五千头的牲口 因为干旱而死亡 损失惨重 就算政府提供资金 以及牧草暂缓损失 仍然治标不治本 农民只希望这样的极端气候 可以尽快获得舒缓 记者赌戏林博宏编译